阿 密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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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 密 佛 佛 阿 密 佛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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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五百二十一页 五百二十一页 请看到数第三行 制度论五十一页 无生乏人者 于无生灭诸法 十项中信受通达 外不退 是名无生人 在此地引用 在此地引用大致的论 第五十卷 所解释的无生乏人的意思 他告诉我们 对于这个无生灭诸法 十项 能够相信 不怀疑 肯接受 能够通达 没有障碍 并且呢 他也不会退转 这个就叫做无生法人 下面是大制度论 第七十三卷 所解释的 无生人者 乃至微细法 不可得 何况大 是名无生 得此无生法 不做不起诸业行 是名得无生法人 我们如果把这段话 真的意思搞懂了 你就每天很开心了 为什么呢 我们要晓得一个真相 微细法不可得 这个微细法 是极微法 就是微细到极粗 一切物质的最基本单位 就是它 在此地叫做极微法 科学家叫做中微子 佛经上还有别的称呼 叫做极微圣 或者叫做极微之微 这个极微法 原教七弟 以及以下的菩萨都看不到 八点菩萨都能够见到 一切万物都是由极微的极微法 极微法组合而成 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要知道都是不可得的 苏他生接着就灭 苏他灭呢又继续产生 所以这些现象佛经上告诉我们 它的本来面目就是相似相续相 这些万物啊 都是被很多很多的极微法 拒绝而成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才能够听得到 才能够接触到 而这个极微法 必须要心很清净 心很定的人 才能够看得到 像观音菩萨 我们读般若心经 你看就讲到嘛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波罗密多时 他如果功夫不够 他就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 五蕴皆空啊 因为没有行生般若波罗密多嘛 我们现在是什么行得很深啊 换个说法 行生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很深 不晓得一切万法都是假象 都是幻象 所以那个执着分别比较重的人 应该多看一下金刚经 金刚经看多了 他这个心自然就比较坦荡一点 没那么多的烦恼 所以大家想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 一定要有真实的智慧 有了智慧 他就把宇宙真相全都弄明白了 怎么样让自己有智慧呢 那就一定要放得下 所以呢 这些烦恼 要把它舍弃 烦恼不外乎 三大类嘛 妄想分别之中 其实学习符法 也挺容易的 为什么呢 你只要把一句话 总纲里抓住就好了嘛 照做就好了 哪一句话呢 放下就好了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放不下 还是没看破嘛 那怎么帮着我们看破呢 就要天天深入进掌 一遍一遍的熏修 一遍一遍的加强我们的理解力 在这里告诉我们呢 得此无生法 不做不起 诸业行 这里叫做得无生法人 当然呢 这个是地位很高的菩萨的境界 是八地菩萨 说不造业啊 八地菩萨是真正才不造业 其他的 这些地位低的菩萨呢 他这个造业非常轻微 下面是大神一章第十二卷 所解释的 理及不起 称曰无生 从理上讲 一切法不生不灭 一切法不生 当然就没有灭 因为有生才有灭 所以呢 就叫他做无生 慧 安 慈离 明 无生人 我们大家的智慧啊 要安住在这种境界上 保持 如如不动 这就叫做 无生人 对于一切万法 信向 理事 因果 等等 清清楚楚 果人 气如 无生法人 这些体相 作用 理事 因缘 果报 他自然就明白 为什么他明白 他看到 换句话说 佛经上所讲的 极微法 极微色 他见到 他不需要通过任何仪器 他眼睛张开 就见到 底下是 北宋时代 藏水大师 所写的注解 叫 愣言经 藏水书 大师的法号呢 本来是叫做 智元大师 在第一卷里面呢 就在那个解释 了法 无生 应可 决定 明 无生 人 了 是明了 知道一切法 不生 对于这句话 能够应肯 这个应肯 是肯定 承认的意思 完全同意 了法无生 这一句绝对没有错误 确实是真相 我们对他呢 一丁点都不怀疑 这就叫做 无生 人 当然这是什么 地的菩萨 才真正认同啊 八地菩萨 有大神一章 第十二约 如龙树说 出地上亦得无生 这是一种讲法 出地上的菩萨呢 也得到无生法人 那么另外一个讲法 若一人亡 即与地金 无生在七八九地 前面是大神一章里面的讲法 那这里呢 如果根据 人望经 还有地金的说法 无生法人 是七地八地九地 下面再引用 无量寿金 送一本经文 文我名号 正无生人 成就一切平等善根 助无功用 离家行故 不久 另得阿尿菩提 这个日本的望希拉法师 给我们解释一下 祭云无功用之正 第八地 那么既然说无功用 那就证明什么呢 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是属于无功用道 下面是内老所讲的 故知本经之第三人 即人亡经之 无生法人 如果依据望希拉法师的意思 这个地位应当是第八地 说明无生法人的地位非常高 不是普通的菩萨 一般佛记里面讲 菩萨摩赫萨 这个八地菩萨是属于摩赫萨 他不是一般的菩萨 我们是不是菩萨 你看我们同修之间互相见面了 会称对方 菩萨早上好 其实我们是不是真菩萨 其实我们是不是真菩萨 名字上是菩萨 对 名字上是菩萨 但实际上还没有呢 开悟啊 没有智慧啊 人家对我们客气嘛 但是我们心里要有素 自己到底是烦恼多还是智慧多 下面是望希拉法师 有一个问答 问 以文明令 启得无声 这个以就是因为 十方世界的菩萨 因为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得到无声法人吗 他在自己回答 佛愿立故 这个话就很肯定了 菩萨们都能够得到 什么原因呢 阿弥陀佛本愿全都兑现了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在每一个大愿的后面 都很肯定地讲 如果这愿不能够兑现 他就事不成佛 请问他成佛了没有 早就做佛了 既然做佛 当然他这些宏愿呢 全都落实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其他的菩萨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提升到 无声法人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竟然也能够提升到 无声法人 这个更加不可思议啊 作为同修 为什么 我们是凡夫 凡夫居然一下子 提升这么快 所以这叫什么法门啊 男性之法 这个就是男性的地方 但是我们呢 男性居然能够相信 您就不是一般人 您是生生世世 都曾经亲近过 无量诸佛如来 所以听到佛这个说法 您不怀疑 您认可 前面讲 应可 您同意啊 您点头啊 下面是十诸论的说法 过去无数节 有佛号海德 今现在十方 各得成正觉 皆从彼发愿文明定作佛 看来 跟阿弥陀佛一样愿的佛 还真的有 你看这就指出吗 海德佛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尊佛呢 是海德佛 他现在怎么样呢 在十方诸佛插头里面 普度众生 那如果 有其他的众生 听到他的名号 都能够啊 得到无比殊胜的礼仪啊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心啊 把佛号啊 让人家看到 佛号要让大家听到 佛像也要让大家见到 这个功德就很大 你看这个到普陀山 参拜观音菩萨的信徒 游客多不多 多啊 不要说走到面前 礼拜观音菩萨 就算是远远的 从飞机上 从船上 瞻仰观音菩萨 他这个阿里仪式里面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所以佛经上讲 一地二根 永违于道种 那这个人如果听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这个阿里仪式里面就种下一个金刚种子 不会消失 纵然过上无量节 也都不会消失 以后远成熟了 他就会起作用 对于这样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成佛 更何况我们天天都在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这一生可不可以有希望成佛呢 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要学会 要学会啊 是不是 不要怀疑 上知论正 妙显他力 佛愿佳批 是闻名者 正无生人 定当作佛 且闻不是淡闻 并能起行 前面我们有看到 这个海德佛 他呢 现在到处度众生 实现佛神 帮助大家 成就佛果 他为什么能够自己成就 也能够帮助别人成就呢 因为有个缘特别好 就是啊 能够听到佛的名号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您要有信心 这一生呢 绝对可以生到基督世界 一生成佛 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 证据 妙显他力 这就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不是属于自立法门 是属于他的法门 因为有阿弥陀佛 本愿加持 使闻名者正无生人 定当作佛 大家看这个语气很肯定 而且念头还特别给我们指出来 这个闻呢 不是淡闻 什么意思呢 这个闻不是普通的闻 一般的闻就是听到的意思 而这里的闻是指什么 菩萨三会 闻会 闻思修三会 当然要做到闻思修三会 所以这个人要先具备 戒定会三学的功夫 这个闻会 思会 修会 是一次完成 它这个当中没有间隔的 不像这个戒定会三学 它是有阶段性的 戒学 定学 会学 它是分开的 而三会呢 是一次性完成 例如《涅槃书》第二十卷里面讲 若闻常住二字 生生不堕折 这佛法太了不起了 您光是听到佛经里面所讲的 常住两个字 就怎么样了 生生世世不堕落啊 你看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讲常住 这就帮助我们 说得到利益特别大 什么叫做常住呢 下面我们来看参考资料 下车 685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放在这一页 方便下一次来寻找 685页 大家看常住 明 明就是说明 明 涅槃之常住 为涅槃经一部所全 这个全呢 就是解释的意思 《大班涅槃经》 《大班涅槃经》到底说的什么内容呢 一句话 一句话 一切法都藏住 而平常我们都会这样说吗 一切法无常 那如果说常跟无常是一不是二 这个意思就很深了 因为凡夫总是会执着两边 实际上呢 我们大家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这一切法就全都平等了 一切法呢 都常住了 相 虽然不常住 可是它的性 它的体性 常住 相不常住 是说它的形象 而它的变化 是常住的 像这个 用黄金做这个首饰 以金做契 契契皆经 经是常住的 相不常住 但是相的变化也是常常存在的 它存在的有变化 那个变化就是它的常住 常住在变化 这是讲相 而体性常住不动 于是我们这才体会到佛经上所说的话 常住跟无常是一不是二的意思 果然搞清楚了 我们修行在哪里修呢 我们到底修什么呢 无非就是放下假我 回归真我 完全放下 完全回归 这个人我们就尊称他为佛陀 在《大涅槃经如来性品》里面讲 或闻常住而自阴生 若一经耳即生天上 后谢托时 乃能证之 如来常住 无有便义 这个常住是讲如来 是指佛所证得的境界 这就是一部《大班列盘经》之所宣讲的 这部《大经》呢 佛讲的时间不长 一天一夜讲完了 这是佛的遗教 另外在《三藏法术》里面 也给我们解释常住的意思 为此涅槃之离 《大班列盘》的离体 《彻三迹》以常存 《三迹》是指过去 现在未来 它怎么样呢 它常存 换句话说 它是超越时间的限制 再讲空间 更十方而常在 前面是说侧 这里有更 更就是横观 横观 在空间横过或者深过去 这句话就是讲了 它超越了空间 因为它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所以叫它做常住 换句话讲 这是一切法的本体 一切法呢 由它而生 关于这点呢 唐朝时候的慧人大师 他也懂得 我们怎么知道 他开悟的时候 不是讲了五句话吗 你看他后面就讲了什么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的体 是常住的 常住肢体 生出来的现象 当然也是常住 还是拿黄金来说 我们可以用黄金呢 制作一尊佛像 可不可以再把这尊佛像 融解再做成一尊菩萨像 当然也可以 那再把它融解掉 做成一个人像行不行 都行 不管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形象 请问它那个体有没有变呢 不管它制造什么东西 它的体还是黄金嘛 这个就是常住 好 这是简单的做一个解释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 诸解 这是涅槃经书 所讲的 文有多种 若能深思维 如说行者 即生生不度 这个说法太重要了 我们大家修行了 生生世世都在修 为什么到今天还是凡夫啊 问题出在哪呢 没有做到深思纹啊 也没有做到呢 如说修行 闻 我们是真的有闻 那闻了之后有没有落实啊 换句话说 闻了之后有没有做到呢 没有做到 那就不能够保证自己 不退转了 所以说行菩萨道 一定要怎么样呢 生生世世都要向上提升 才能够保证它不堕落 下面念头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涅槃经书里面的意思 文后能深思维 并如说修行 是能得生生不度之意 可见闻之一知 一间信寿 不仅是一经于而也 这个讲法也是说得很清楚 所以菩萨他们是真正做到的闻思修 才会保证自己生生世世不会退转 他只有进步不会退步啊 因此这里就讲了吗 这个闻里面还包括什么意思呢 有真性 有真正接受我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听到而已 一般我们常说嘛 这个人耳朵 左边耳朵进去 右边耳朵就怎么样呢 他就出去了 没有入他的心 没有变成他的实际行动 那这样子对他来说 作用就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自己修行呢 一定要怎么呢 把所听到的内容 真正消化吸收 像这个六祖谈记里面也讲到 惠敏老法师 他听惠仁大师的开示 短短几句话 就一下子让他大彻大悟了 开悟之后 他还问惠仁大师 还有没有别的秘密 惠仁大师怎么说呢 密在乳边啊 密在你那里啊 你不要像我来找 你不要像外球啊 像哪里球呢 像内球 那个内是指什么 自信 所以一般人呢 他这个闻了之后啊 还有种种的疑惑 还有种种的问题 那个问题啊 问不完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他闻了之后 没有思没有修 这是他的病根 经愿文之一二三人 十集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中之三种人 这个菩提道场 这一品里面就讲到三种人 第一个音响人 第二个柔顺人 第三个无声法人 另外在无量寿经抄 第五卷也解释 一 音响人 由音响而误解真理者 二 柔顺人 慧心柔软 能随顺真理也 这两种人啊 对我们修行来讲 至关重要 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 六根当中 二根 很聪明 反应很敏锐 一听就能够理解 一听呢 就能够开悟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自信本具的理体 它能够产生智慧 能够产生了功能 所以混了个大师 他是怎么开悟的 他就是听他师父讲金刚经 说到一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觉悟了 这一开悟之后啊 他就有能力呢 帮助大家觉悟 那第二个 柔顺人 是讲我们心地啊 永远保持住柔和 都能够确实做到 横顺众生 因为我们会心柔软 就能够随顺真理 真理 存尽存善 能够感动人心 因此我们跟社会大众相处啊 一定要做到柔顺啊 宁可不要刚强 刚强不行啊 宁很硬是不是 还有比您更硬的 是不是 这是没有遇到对手吗 墙中自有 墙中手 那么 弦首国师也劝我们大家要 修斯德啊 随缘妙用 微有责 柔和致直 待众生苦 要把这四条呢 都落实在柔顺人里面 我们听有些人讲啊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是不是心地很柔和呢 从他的头发硬动就能够感觉出来 如果摸这个人头发很柔软 那证明这个人的心呢 没那么固执 如果我们头发硬邦邦的 那证明他的个性呢 很倔强 那有人摸一下自己的头发 哎呀糟糕 好像我头发摸起来比较硬啊 怎么办呢 简单吗 改咯是不是啊 相有心生 色有心生 头发呢 还不是有心而生 要调自己的心 因此呢 慧心柔软 能够随顺真理 我们要随顺五轮五常 随顺五戒十善 三伏六和三学六度十大愿望 第三种人叫做无生法人 正无生之实性 而理诸相者是悟道之极 因为一切法不生 当然就没有灭 不生不灭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面前 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而已 我们见不到 不等于别人看不到啊 还是有人看得到 而且还有很多 哪一种人呢 八地以上的菩萨全都见到 所以说 看了这个真相的圣人 太多太多了 其实佛讲楞严经的时候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您所看的这些现象 都是不可得的 所谓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这个境界就摆在面前 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 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禅定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 正无生之实性 正是正德 实是真实的 性就是自性 那这个是指的宇宙万有的离体 也就是说道理跟本体 而离诸相者 佛就做到了离诸相 什么意思 是说他面对一切相 永远能够保持重 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可要知道 他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那他有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 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既有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最严重还有什么 执着啊 是不是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得到 这是怎么心的 贪心啊 佛求我们大家 这些现象都是幻象 都是不可得的 应该放下 所以修行嘛 就是帮助自己 把心的定下来 其实八万世间法 全部是修禅定 包括禁忠嘛 禁忠这个方法叫做 念佛三昧 三昧就是禅定意思了 我们是用知识名号 来修这个禅定 这个无声法人呢 是悟道之至极呀 悟道 是说见到自信 见到自信呢 达到极处 也就是见到一些法不生 一些法不灭 入不二法门 看到一些众生都是佛 一些众生全是阿弥陀佛 佛是谁 佛就是自信 一些众生都是自信 献出来的 能献的是自信 那所献的哪里不是自信呢 当然是 此三人当于第十五品中 相论之 我们在这里啊 这是简单的 把这三种人呢 做个简介 到后面第十五品呢 再来细说 我们再看最后一院 第四十八院 宪政不退院 经文 余诸佛法不能宪政不退转折 不取正觉 这是他方世界的菩萨 见佛身相 闻佛名号之后 所得到的利益 下面告诉我们 不退转折 所修之功德善根 欲增欲净 不更退失 略云不退 即梵语之阿匹拔之 相见前著 阿匹拔之也叫做阿维悦之 在前面呢 我们学习第二十院的时候 曾经都已经看过 升到基督时期的菩萨 个个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换句话说 都是不退转的菩萨 假如我们这个道场 也能够帮助大家 达到不退转 你说好不好 那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 跟基督师界道场相比 那个效果差太远了 只要升到基督师界 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大家 三不退 胃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那我们怎么让自己这一生 在这个地球上修行不退转呢 只有一个办法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七指尖 下面也是说了一个真相 提醒我们 给菩萨行愿难发以退 这是很多修行人呢 他的现象 真的 这个菩萨的行愿呢 很难把它启发出来 我们讲发心了 他很难发菩萨心了 什么又叫菩萨心呢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一个爱众生的心 就是一个关心众生的愿 关心众生的行持 他只关心谁啊 只管他自己啊 别人的死活 他根本就不在乎 就算他的 他的亲人他也不在乎 这就不是哦 不是这个菩萨的行愿了 那他为什么发不出这样的行愿出来呢 还是在于事实真相没看清楚 他不晓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净土宗好了 净土宗的修学 其实是很容易成就的 因为修起来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真的这句话 您跟三岁小朋友讲 他也听得懂 跟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说 他也能够明白 那问题就是 他能不能够保持 一些人他为什么 一开始念佛很精进 到后来就退转 他心里想 经上讲 基督世界是很好 没见过 没看过 没去过 可是我眼前的生活 有吃有吃有喝 有穿 有住有用 眼前还蛮快乐的 他觉得蛮开心的 这就是他不了解真相 所以有句话 所以有句话也讲吧 富贵学到难 生活太优越了 太理想了 这个人呢 他就不想修行了 下面再举个例子 据人王经别教之 信为菩萨 名为青毛菩萨 随风东西 我们看这段话 好像就是在说我 是不是在说我们自己 我们是谁 我们是青毛菩萨 怎么呢 这个风稍稍一吹一下 你说怎么样呢 就被他吹跑了 没有定功 佛门常说八风吹不动 我们不要说八种风吹不动 一种风来吹 就吹得不晓得飘到哪里去的 没有功夫 所以就很容易退转 下面是另外一个版本 《列盘经》 称为南本 这个《列盘经》分为 北本跟南本 南本《列盘经》里面讲 无量众生发阿尿菩提心 见少为原 这个少啊 它这里是一个多音字 它这里应该要念烧 再念一遍 见烧为原 稍微的烧 它这个原不大 很少 很微小的原 与阿尿菩提 即便动转 如水中月 水动即动 它发这个成佛的心 是真的发的 是真的发的 可是怎么样呢 很容易变化了 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一样 因为手在一画 拨下这个水 这个月亮就怎么样呢 就看不清楚了 还有一个比喻 譬如 鱼母 多有胎子 成就 则显 听说这个水里面的鱼子 数量很多 但是到最后 能够长成鱼的 数量就很少 为什么 它会被别的水族 给吃掉 另外一个例子 如安罗树 花多果少 安罗翻成中文 就是赖 这个赖呢 是一种果木 安磨罗果 在台湾呢 叫做 芭拉 大家有没有吃过芭拉 就是这个 安磨罗果 听说呢 这种树啊 开的花很多 但是结的果实呢 很少 这都是讲的修行 数量不多 众生发心 哪有无量 及其成就 少不足言 这是很遗憾的地方 发菩提心的众生 的确是 数量可观 无量无边 但是到最后 怎么样呢 真正有大成就的 太少太少 大家都知道吗 李师公就很感慨地 讲过一句话 一万个人念佛 真正有成就的 才几个人 三五个人 那是四十年前 那是四十年前 讲的话 现在我们可能再把个数字再改一下 一万个人念佛 真正有成就的 一三个吧 太少了 所以呢 极其成就少不足言 他为什么会退转呢 外面缘一变化 他跟着就变 所谓的 谁缘谁变 这就是我们凡夫呢 哪一天你能够做到 谁缘不变 那就太棒了 你就是圣人啊 尤其是现在这个 社会的污染 社会的诱惑 太严重了 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 那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不退转 只有一个办法 不接触外面 染源 能够不看的电视就不要看 能够不需要接的电话 就不要去接 听说现在 这个诈骗电话挺多的 诈骗的信息 很多啊 光是澳洲 听说这个很多老人家 被这个骗子 诈骗的那个财产就很多 其实他们都是在犯罪一样 这些人啊 欺骗广大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呢 要有智慧去判断 下面总结了 故云 与子安罗花 菩萨初发心 三世因众多 及其结果少 哪三庄是行呢 鱼子 安罗花 菩萨初发心 这个鱼子的数量很多 但是到最后长成大鱼的 不多 安木罗花 开了很多 但是果实不多 初发心的菩萨 数量不少 最后成佛的 不多 的的确确啊 像这里所讲的话呢 我们真的要 好好地去思维一下 我们这一生 到底想不想要有成就 如果我们这一生 不能成就 你说未来怎么办 很可怕啊 下面再举个例子 警告我们 有十住菩萨断结经 下面是结路的 十摄理佛告来会菩萨 我朗席 或从一住 尽至五住 还复退堕 而再出住 这是说到摄理佛尊者 朗是以往过去 朗席就是指以前过去 这是摄理佛告诉大家呢 他以前修行的状况 他怎么样呢 从一住 提升到五住 菩萨 这是讲的别教 可是到后来怎么样 退转了 还复退堕 而再出住 等于说又回来了 父从出住 至五六住 如是经六十节中 竟不能到不退转 这是摄理佛尊者 真实的修学经验 他后来又从出住 上升到五住六住 就这样子反反复复 如果经过六十节 他都不能够达到 不退转 从这我们就知道 修其他法门难度太大太大 那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人家至少还是出住 我们现在是什么 连出信都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 那个反反复复 那不晓得有多少次了 说好听点吧 我们在人间天上的次数少啊 在三个道的时间多啊 久啊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从三个道里面出来 在人道啊 就像游泳一样 你把头浮出水面 吸口气 就这样在人道 时间很短啊 而绝大多数 这个口是在水面下面 所以要有警局 下面是 《宝与经》里面的开始 有世界名说婆 这是讲我们这个世界 说婆翻成中文就是 堪忍 能够忍受 其国有佛名 释迦摩尼 若诸有情 闻彼明 与阿尿菩提 得不退转 有彼如来 本愿立故 我们这个说婆世界 现在这一次成道的佛呢 是释迦摩尼佛 你看 他老人家也曾经发过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大愿 如果有众生 能够听到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就可以使他呢 不退转 什么原因呢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大愿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啊 都有曾经发过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宏愿 但是释迦摩尼佛 他老人家很慈悲 他也很谦虚 他现在教我们大家呢 念另外一尊佛 想哪一尊佛呢 想阿弥陀佛 那想阿弥陀佛 对我们大家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升到极乐世界 可以初六道初十八戒 这是佛陀的慈悲 不但是释迦摩尼佛 这样子教导大众 其他佛刹里面的佛 也全都是劝 他们佛刹里面的众生 各个都念阿弥陀佛 求生希望净土 我们在现前呢 一定要 体会到佛的用心 他们真的只有一个想法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早一天离苦得乐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弥陀佛经上讲嘛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换句话说 您今天肯走进寺院 肯来到讲堂听经 肯到佛堂去念佛 是为什么 是因为过去神宗 你有修过佛法了 听过无量寿经了 念过阿弥陀佛 你才肯进到寺院里面来 你看图文吧 十六万人 有多少人天天进到我们这个道场 他开车经过 他都不愿意进来 隔壁邻居他都不愿意进来 就证明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三根福的因缘 相差很悬殊 自己一定要发大心 一教风行 古代成献师 赞此愿为 是尊五百大愿之中 最圣愿也 原来释迦牧的佛也发过大愿了 多少个 五百 那五百个大愿里面 最殊胜的就是这一个愿 只要有众生听到他的名号 就能够不退转 可见良土导师 同发此最圣之愿 正是一路涅槃门也 这就像我们中国古人 所讲的一句话 英雄所见 大力相同啊 所以佛跟佛之间 真的是同怨同行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怎么样帮助众生快快成佛 所以我们今天 接受一些诸佛的建议 专念阿弥陀佛名号 求生西方净土 说实在 您念阿弥陀佛这一个名号 有没有把十方三十一期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 都念到了 因为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通号 一个不弄 每一尊佛都叫阿弥陀佛 所以那一尊佛呢 等于把一些佛全都念到 一个不少 给无量菩萨味道不退之味 虽极勇猛如旧投然 但以藏缘进来 屡屡退转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这段话 多念个几遍 为什么 这都是给我们 像是倒了一盆凉水啊 让我们头脑清醒一下 我们其实过去当中 也是蛮认真修行 也蛮精进的 但是怎么样呢 一旦那个藏缘出现的时候 就屡屡退转了 等于说考试 这个藏缘一来考试 你又怎么样呢 考倒了 考焦了 考糊了 是不是 搞得一塌糊涂 甚至我们退转都不知道自己退转 无量菩萨味道不退之味 如果哪一天 哪一生啊 我们只是正的小圣出国 虚得还 其实这个也不错啊 真的虚得还其实也不错 怎么讲呢 至少您是入圣流啊 圣人您就不是凡夫了 您破了八十八品减货 三界九地八十八品减货 虚得王国就断掉了 他相当于大圣菩萨初心位 经过人间天上七次往返 他就能够镇阿鲁汉国 那就镇得行不退 经过两万大劫 回小向大 他到一身法界 那就是念不退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 摄理佛尊者嘛 你看他从初注到五注六注 进进退退 那个是指他这个别教 别教初注五注六注 多长时间 他这样反反复复呢 六十节 我们先不要说六十大节 光是六十小节就不得了啊 时间很长 那如果摄理佛尊者能够 一开始就遇到净土法 他就怎么样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六十小节 这个耽误的时间就很长 因此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呢 一定要避免一般大众的毛病 什么呢 很多人学佛 他喜欢广学多问 这部经他有兴趣 那一部论他也很喜欢 这一个方法 他想试一试 那个方法呢 他想去修一下 学来学去 修来修去 到最后怎么样呢 一样都没有通 顶多吧 他学到的是佛门里面的常识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 看自己有没有功夫 怎么样测试呢 人家赞叹我们一句 我们自己会不会动心 你会不会很高兴 人家说我们几句不好听的话 你会不会发怒 就从这些藏缘当中啊 来堪念自己 到底有没有功利呀 很多人呢 真的是在顺境善缘当中 就退转了 他为什么退啊 环境太好了 人事环境太好了 物质环境太好了 这么多人照顾 一时住行无忧 他起了贪爱之心 如果是逆经厄缘呢 这个人找他麻烦 那个人障碍他 他就这么想 算了我不学了 我不修了 退心了 其实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他要成佛的时候 有没有人给他障缘呢 有啊 这天上的魔王波寻嘛 算你千军万马 都来障碍释迦牟尼佛 他就能够不退转 他不退转 他成就了 他就能够帮助许许多多众生的 都可以成就 阿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下面还有个说法 这都是提醒我们 所以令学道者如牛毛 得道者如灵教 的确是出家在家 学佛的人数量很多 但是到最后正果的人呢 太稀有了 太少了 弥陀因地命其勤苦 发无上愿 以佛威德 令闻名人 积德三人 正不退转 这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这个第四十八人 因为他曾经看到 许许多多众生 在修行路上 都退转了 所以他就发了个大信 凡是生到我佛刹的大众 绝对不会退转 所以这个四十八院 后面五个院呢 是特别针对 他方世界菩萨而发的 菩萨听到阿弥陀佛这五院呢 都会非常感动 为什么 阿弥陀佛保证大家 不退转 愿在退位 成佛愿力 为进不退 极致菩提 是为大情 其他菩萨 他因为有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所以他只有进步 没有退转 而且呢 极致菩提 这个极就是说很快 菩提就是说成佛 他成佛很快 所以菩萨真的 都一直在寻找一个快速成佛的方法 他如果听到念佛法门内 他就遇到了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欢喜事情 大家听到这里以为很高兴 虽然经文说的是菩萨嘛 其实也在说我们嘛 下面是会书所讲的 为难思愿力 一得一切得 不退与三人 同时聚足顾 这是说明了十方世界的菩萨们 特别是深为圆觉菩萨 因为这些菩萨呢 都是指还没有进行的菩萨 他们呢 得到 为不退 行不退 但是他那个念不退呀 还有很多没有证得 所以我们要明了这个 三贤位的菩萨 跟这个登地的菩萨 那还是不一样 登地的菩萨了不起呀 出地到十一地 菩萨呢 对于净土法门 那是真正相信的 所谓的 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那如果这个三圣圣人 他们也听到这个法门 肯相信 肯求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会带他们过去 成就他们 使他们也不退转 能够做到念不退的 那都是法身大事 法身菩萨 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呢 居然也成为 喂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的大菩萨 这是谁帮我们的呢 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才说嘛 难思愿利呀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您怎么想象 也想不出来 佛说 也只能够说个大概 真的讲不尽 信啊 太多太多了 一得一切得 您只要升到极乐世界 就怎么样呢 全都得到 所谓的心 想事成 一般我们逢年过节嘛 不都祝福对方 心想事成 说一说而已的 做不做得到呢 没办法 心想事成 至少是什么人呢 那都是迷心见心的菩萨 既然大家想去极乐世界 就应该要学佛 学这些大菩萨 学他们什么呢 首先要学他们的存心 你看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榜样吗 它是什么心呢 念念是为了度众生成佛道的心 这个后面五愿 全都是讲 普通十法界 这个十方法界里面的菩萨 哪个佛刹里面的菩萨 跟阿弥陀佛有缘 阿弥陀佛都会帮他 跟阿弥陀佛没有缘的菩萨 阿弥陀佛会发心跟他结缘 换句话讲 一个不漏 所谓的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这是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现前 你现在不是住在图文巴吗 那这图文巴我们应该发什么心 要发心帮当地这些居民 希望他能够学佛 希望他也念佛求生基督世界 下面是列拉所解释的 前面所讲的话 身险迷陀一胜怨海 究竟方便之妙用 这个一胜就是究竟圆满的绝物 也就是说成佛 从大圆满兴起究竟方便的妙用 这个妙用是什么 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能言经上说 谁众生心 因所知量 众生跟我们有感 我们就有能力跟他 产生这个作用 这种作用啊 妙不可言 小圣经典里面 有这样的两句话 我们经常看到 所作以伴不受厚忧 他自己的生死大事 已经搞定了 想出六道就出六道 想进六道就再进来 所以他在六道里面怎么样呢 来去自如啊 再说大菩萨好了 你看观音菩萨 三十二印 在世界各地哦 都在行菩萨道 哪里众生有苦 哪里就有观音菩萨的现身 其实观音菩萨也没来到我们土文巴呢 来了 来了很久了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我们灾堂不就供着一尊观音菩萨 是不是 所以呢 凡是走进灾堂里面吃饭的同修 他都看到观音菩萨 这就让他阿雷耶诗里面 就种下一个金刚种子 那当然很多人也看到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 他老人家 以后龙华三会肯定也会讲净土三尽 绝对会讲的 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 要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接着是石柱皮博萨论所说的 若人急欲致不退转地则 应以恭敬心 支持成名号 这几句话太重要 这就教我们大家 您想这一生 快速升到极乐世界 正得不退转 这个境界怎么办呢 心态很重要 念这个符号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就 有的人不能成就 你看中文大的怎么说呢 会莫 什么叫会呀 以恭敬心 支持成名号 所以当年英光大师也讲得很好 一分成进得一分利 两分成进就得两分利 十分成进就得十分利 在寺院里面 我们如果看到一些同修 他一天到晚 都是拿着念诸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念 他都不跟别人讲闲话 这样的人 你看他最后走的时候 很轻松很自在 可惜呀 还是有不少人 虽然他手上也拿着念诸 他也在念佛 但是他怎么样呢 没有恭敬心 所谓是有口无心 含破喉咙也枉然 人 一般来说呢 在六十岁之前呢 他还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 还不错 可是一旦过了六十呢 就很明显感受到啊 这个身体的体力 不如以前 不如以前 修行要趁早啊 有时候我们听说嘛 有些老扑上 平常也念佛 也经常被家人 带到寺院里面去 参加共修 可是突然 他就突然后来就听到什么 出状况了 突然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 出意外了 让他的小孩要措手不紧 这就是什么 一般佛经里面所讲 业障现前 也就是说 他这个平常念佛的功夫 敌不过业力 敌不过业力 就要受苦报啊 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年龄六十以上的同修要做到拼命念佛 拼命念佛 听说昨天亚洲某个国家地震 大家应该听到 还有火山爆发 你看现在又有战争 还有瘟疫 还有地震 还有海啸 这都是给我们预警啊 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吗 娑婆世界 无浊恶事 有什么好留恋的 天人看我们人间就像看什么 大家想知道吗 说出来你也不要生气 天人看我们这个地球像个粪坑呢 粪坑啊 大家知道什么叫粪坑吗 你家里面那个马桶不叫粪坑 那叫冲水马桶 大家到乡下就看那个 以前我们就看过毛坑 哎呀还没进去 在外面都就闻到那个味道 天人看我们这个地球就这个样子 臭烘烘的 我们人还在这个厕所里还怎么样 哎呀吃啊喝啊 还很开心 所以天人对我们也蛮佩服的 糊涂啊 都是没有智慧 下面是弥陀经里面的经文 有小本约 若有人已发愿 经发愿 当发愿 遇生阿弥陀佛国者 世诸人等 接得不退转于 阿尿多诺三妙三菩提 的的确确啊 我们真的要发大心 要处理这个六道 要赶紧呢 办好移民极乐世界的手续 其实这本无量寿经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去极乐世界的护照啊 你现在就插一个什么 插一个签证 就插一个印章 那个印章是什么呢 就是功夫成辩 快一点办理 不要拖延 有慧疏愿 为三忍不退 息设在名号中 称名识 名义不离 自得此等德 这个德呢就是功德 我们是念老所讲的 可见我凡文明者 但能信愿 持民 亦昔能 献正不退 这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 献正 这一生 就能够保证我们大家不退转 所以您哪一天真正发大心开始念佛 那您就怎么样呢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起 您就不会再退了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加持我们 在所有法门当中没有比净土法门来得更加方便 来得更加简单的 真的是究竟方便到极初 四十八愿愿愿设众生愿愿显真实 设众生是诗 显真实是理 有事有礼 都在四十八愿里面 分之则为四十八 合之为一法句 把阿弥陀佛的大愿细讲的话呢 就有四十八个 如果把它合起来就是一句话 一法句 请问这一法句是什么 您知道 这往生论里面说吗 一法句者清静句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这一法句就是阿弥陀佛 他完全是从果德上来说的 真实智慧是自信本有的 无为法身 不生不灭 是我们自己的法身 是我们自己的真身 这经上讲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其实那个本来面目是什么 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呢 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 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变成了是法心身 使我们永远脱离了六道 永远的处理释法界 从这我们就知道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念佛到底有没有功夫啊 也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往生的把握啊 其实大家见面的时候 您真的想要说话 说一句话就好了 你有往生的把握吗 对不对啊 没这个能力啊 就不要再说闲话了 乖乖念佛就好了 哎呀真的功夫成就了 您再劝别人念佛 那就可以滔滔不绝 讲个不停吧 现在自己都没有往生的消息 还那么多废话 废话连篇 不应该呀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第六品呢 我们仔细的学了之后呢 感觉到它特别特别重要 下面是第七品 品题 必成正觉 第七 这个正觉是指的成佛 成什么佛呢 究竟圆满佛 这品经文里面呢 有十一首祭诵 佛告阿难 二十法藏比丘 说此愿意 以祭诵约 下面解释 法藏比丘 与世间自在网如来 说四十八愿意 这个是我们前面呢 跟大家详细报告的四十八愿 乃于佛前 赋以济诵 表此行愿 并请证明 以大愿真诚 身广告 应时感德 欲花地动 空中在云 必定成佛 以上是本品内容 这是念老的给我们呢 总结一下 这一品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 法藏图上呢 把四十八愿跟佛报告之后 还有祭诵啊 下面就是祭诵嘛 向佛表达 他这个行愿是真的 希望佛能够给他证明呢 当时现场呢 还有什么 瑞相出现了 欲花地动 并且空中呢 还有赞叹的音声 必定成佛 这都是第七品呢 所讲的内容 我们来看第一首 我见超视智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我是法藏菩萨 他怎么样呢 他建立了超视智 这个了不起 关于这个超视智啊 诸金家宗 颇有一节 古大德呢 对于这个超视智啊 有不同的看法 像 敬尹老法师 他就 有这样一个说法 这是在敬书里面写的 前所发宗 求法身愿 求净土愿 明超视愿 敬尹老法师 以康生凯的 魏仪本里面的 光明无量愿 寿命无量愿 与诸佛称阳愿 作为赦法身愿 光明无量愿 是第十三愿 寿命无量愿 是第十五愿 诸佛称探愿 是第十七愿 这都是讲的法身 国土清净愿 国土严试愿 为赦净土愿 净营仅许此五愿 超出世间也 他认为 四十八愿里面 只有这五愿 是超出世间了 谨心师同志 另外一个老法师呢 谨心老法师 他也是这样的看法 那别人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有 下面就提出来了 一集望希等 则为 总之所发之 四十八愿 所以超出世愿 其实是指哪些愿呢 所有的四十八愿啊 因为愿愿都怎么样呢 超出世间 下面是念到所讲的 后说审视 所以后面这种说法呢 才是真实的说法 才是正确的 真解愿 无主 这个无主啊 是日本人 尊称善道大师 无主言不可思议 四十八愿 又云无碍事愿 无碍事愿 就是无障碍的事愿 世人已为此四十八愿者 愿愿各头 与立与世相并而 日本的高僧大德呢 都是当初啊 追随善道大师 这个来学习 净土宗 所以日本人 他们很多说法 其实都是当初啊 善道大师所讲的 那么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呢 愿愿各头 愿愿各别 就好像是立子跟柿子 你看这两种 食物放在一块 大家看 很明显 不同吧 对不对 皆是隔离不容之鉴而已 隔离就是彼此相隔 次地不合 不能够融会 那么这是善道大师啊 对于前面一种说法的批评 说明很多人呢 不能够融会贯通 他们以为啊 愿愿都是独立的 其实我们前面学习过 四十八愿 每一个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 并且善道大师还特别给我们指出 四十八愿里面有五种最真实的五愿 那这个五愿是怎么成就的呢 是其他大愿共同成就的 成就的西方极度世界一正庄严 而这个里面以定成正觉为第一 所以大愿之后啊 接着就有这一品了 必成正觉 愿愿都是必成正觉 愿愿呢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赞 最后十年毕生 这都叫做超诗 下面 今不然 欲如一匹俗锦 巧之成花果之叶 似根茎之叶有别 而所知成 但辟 这是用古物大德的比喻啊 来做一个说明 鼠锦 鼠就是四川 锦呢 是说丝丑 就好像这个用丝绸啊 用这个原材料 枝呢 一个 一块布出来 上面有呢 根茎之干 花果等等 不同 看起来好像 不相同 其实他们都在那里呢 都在一起 都在这个图画当中 今亦如是 把这个鼠锦呢 来比喻四十八愿 虽数有四十八 而但是依正觉 善巧所庄严 故愿无碍事愿 四十八愿成就极乐时期 四十八愿就像一匹绸缎 所织出来这些花纹 上面我们看到 树木花草 有人物 有鸟兽等等 非常的壮观 下面还讲 不可思议四十八愿 四十八 一愿皆具 不可思议得固 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 每一个大愿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 信德所成就 诸愿相入 而无所革 明无碍 这个无碍的意思就是 愿愿相入 也就是说 一个愿就是其他四十七愿 四十七愿呢 就是这一个愿 那这一愿是什么呢 定成正觉 决定成佛 由上可见四十八愿互融互入 一皆是超市之愿 这样子解释 才是真正的圆满 才是最为恰当 而不是说四十八愿里面 只有几个少数的愿 才超市间 其实怎么样呢 每一个愿都是超市间的 有三岛大师 与法师站中云 这个法师站呢 是导工大师 每天做的功课 这个功课里面呢 有赞叹佛 其中就有说到 红世多门四十八 辨标念佛 最为亲 是为 依之愿 稀未念佛也 真的 您如果把四十八愿 全都研究透了 搞清楚了 才知道什么 原来每一个大愿 都是为了什么 成就念佛是美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修学 要牢牢抓住 尽忠 总纲令 总原则 绝对不能够忘记 也就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整部无量收经 记不住 没关系 您只要把这三句话记住就好了 很好记嘛 是不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十二个字 不难 记住之后 更重要要把它做到 要把它落实 所以佛法 它是重视了实行 我们 有善知识的指导 有善知识的帮助 提供给我们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 这是我们要好好珍惜的 就像我们现前这个小道场 虽然规模不大 也不是很壮观 但是怎么样 实用啊 大家说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讲堂够用了 佛堂够用了 佛堂够用了 好好地念佛 求生息中净土 我们用这个来报答一些佛博 一些众生的恩等 莫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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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